为了让灾区能尽快复原 立法委员罗民财27号下午就召开了灾后重建及延伤经费补助需求会议 邀请中央部会各单位以及市府各局处出席 针对各灾区的状况希望能够给予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和协调 立委罗民财也当场指示 只要是地方上有困难的中央一定要全力协助 苏迪勒台风带来的强大风雨重创新电污来等地区 为了协助地方灾后重建 立法委员罗民财27号下午召开灾害重建及延伤经费补助需求会议 邀请中央许多部会单位新北市政府等各局处出席 希望能够让灾区在最短时间内快速复原 未来家园的附件可以就是长路漫漫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中央在今天可以发挥最大的力量 给予最快的资源 怎么要让这些重灾区可以快速的复原 参与这场会议的还包括新电区、深坑区、乌来区等各区长 以及地方里长等等 首先由各区区长报告辖内受灾情形 以新电来说此次风灾灾情惨重 在汉附件工程经费需要8亿多元 对此立法委员罗民财也当场指示 如果市政府有不足之处将由中央来全力协助 请这个驱动所循正常管道由新北市政府 我们由国务市长边先来进行 那如果有不够 因为这属于灾后的附件 灾后的抢救 不够的部分是不是全部由中央 主席处这边全权来尽量来协助 会议中不少受灾区的里长也纷纷针对里内的灾情提出请求 新电归山里里长高一良就表示 希望能赶紧将河川的漂流木移除 以避免往后有好大雨造成额度伤害 另外新电区大棚里里长赵素平 则希望有关单位能赶紧规划施作大型抽水井 防止再次发生淹水状况 能够规划复兴路八十项这个地方 因为昨天水利局他们来会开 也说两个地方如果要做是要一起做 因为它水是贯通的 就是复兴路八十项那边 跟我们大棚横一门这边都能够做 那我们大棚横一门这边 原来的那个抽水井太小 等于是它的水根本来不及抽出去 那应该是要做规划一个大一点的 而为了感谢在这次灾害中 辛苦协助灾区清理与救援的国君弟兄 会中立法委员罗明才特别颁发感谢状 并且表示灾后重建之路虽然漫长 但如果各单位都能同心协力 家园重建的脚步就会快一点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电采访报道